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第四节课 根据我们这个schedule这个安排 我们今天是讲一节比较轻松一点的课 就是How to find a data-related job 在讲这个课之前 我们会先go over一遍 这个Homework 2 然后星期三 我们会请Joyce跟我们来聊聊天 然后也分享一下早工作和面试的一些心得体会 然后我们这个Homework 3是丢在星期三 我星期三就会先讲作业 然后再去邀请他来跟我们做一个访谈 那我们就先找到我们这个Homework 2 Homework 2 看看有哪些图片在这里 Homework 2 我这个给的分数都在这里 然后我有时候会给一些comments 就是我觉得很明显的 你的一个不足的地方 我就写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每个Homework这个Solutions 我都在每个星期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有的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也能看到 你看这就是Solutions 当然至少可以去参考一下 然后跟自己写的去比较一下 然后想一想 就是你自己为什么没想到那一步 或者自己那个为什么写的不是那么好 当然有时候我也能在同学的这个作业里面能够发现一些闪光点 就是比我还写的好 比如说或者用了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方式 这也是可以的 第一题就是这个Dictionary Basics 对吧 我们说了这个 Pasel里面这个List和Dictionary 是最基本这个Data Structure 然后这个他们这个Data Structure 又是非常的这个Flexible 这个比如说List 里面每个元素 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一个Stream 或者数字 对吧 它一个元素也可以是个Dictionary 也可以是个List 可以是任何东西 对吧 这个Dictionary里面呢 也是差不多一样 对吧 它是KeyValuePair 这个Key呢 其实是任何东西都可以 但是前提是呢 就是要它是Immutable 对吧 比如说Stream可以 Tuple可以 但List不可以 对吧 然后这个Value呢 那就是什么都可以的 你看我这里用了一个List 是可以的 你用一个Set也可以 另外一个Diction也可以 都可以 我这里呢 就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这个Income Group 然后我们这里有三个Group 每个Group呢 有哪些人 在这个Group里面 我们是一个List 然后作为它的这个KeyValuePair 这个Value 对吧 然后第一题呢 这大部分同学都没什么问题 第一题呢 就是检查一下 有多少个Group 对吧 就用LEN这个函数就行了 然后第二题呢 然后这里呢 就是检查一下 MidianIncome 有哪些人 那就是MidianIncome 这个很简单 对吧 你用这个Square Bracket 然后把Key放进去 它就出来了 就是Sara和Emily 对吧 第三题呢 就稍微有一点点难 对吧 我们是要把这个Jung 从这个LowIncome 移到这个MidianIncome 这个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操作 对吧 然后我这里呢 就是先检查一下 这个IFJung Income Group 对吧 是不是在这个Income里面 对吧 如果是的话 我去remove它 remove它怎么remove呢 我就根据这个Key 能够得出这个LowIncome 这就是一个List 对吧 因为它的这个Value 就是一个List 我就根据这个List 可以remove这个Jung 对吧 然后呢 这个HighIncome Group 我就要去Append这个Jung 这是可以的 是吧 因为这个也是个List 然后呢 为了确认一下我的这个做得是对不对的 我去跑一下对吧 然后因为我没有执行这一句话 所以呢 我去执行一下 现在我们就能看到这个Jung 已经不在这个LowIncome里面了 这个HighIncome呢 它移到这个HighIncome里面去了对吧 然后这里呢 我特别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党一盘同学做的 给大家 看一下什么叫Hard Coding 对吧 你看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Hard Coding 因为它明显看到我们这个LowIncome 只有两个人 然后把Jung离去了 那就肯定是Tom 对吧 它就直接进了一个新的一个List 变成Tom 然后这里呢 Trump呢 就加了一个Jung 对吧 当然对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但是呢 这是一点 就完全不Flexible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LowIncome 很有可能就是100个人 你不可能把另外99个人抄到这里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可能另外100个人 对吧 你也不可能把另外101个人 一个个都抄到这里 对吧 所以呢 这种写法是肯定不行的 这就是一个Hard Coding 就是说 它没有任何Flexibility 对吧 就是LowIncome和HighIncome 如果是换了其他人的话 它这个Code就不Walk了 对吧 就是这个 我们又新加了一个新的Income 这个Income Group 叫NoIncome 对吧 这个就这样讲 大家都没问题 这个呢 给大家就演示一下 这个怎么LowIncome一下 这个Dictionary 对吧 我们既想得到这个Key 也想得到这个Value 在有时候这个命名的时候呢 也用一些比较make sense的这些名字 对吧 这就是Group 对吧 就这些Income 就低收入 中收入 还高收入 对吧 然后这个Names呢 就是这个List 对吧 所以呢 你就不要用这个AIB IiJ 什么去命名 这样会更加清晰 你一定要干啥 对吧 然后这里就用了一句话 我们用了一个Stream Format 对吧 就是 这不同的这个Income Group 然后这是人数 对吧 这里我是用了15位的一个Stream 然后这里呢 用这个两位的这个整数 然后呢 用这两个边量去填充了 对吧 这个大家呢 没有问题 这一题呢 大家也没有问题 就是要找出1到200 那我肯定是要去200的1 对吧 因为这个Range 是不包括这个后面这个数的 然后就做一个判断呗 If I呢 是除以3等于0 或者而且是除以5 是等于2的时候 我就print I 当然我这里并没有把这个I 满足条件这个I给存起来 对吧 如果你要把这个满足条件的I 给存起来的话 你可以建立一个空的这个例子 对吧 比如说你写一个result 有空的 这就好比 大家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你就先推一个空的推车 对吧 你还没有 其实你不知道这个推车 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 然后呢 你就去后路上去看 对吧 这就是loop嘛 就好像 对吧 然后满足一定条件 就是你比如说你喜欢的 也是你需要的 你要把这个东西 加到你的推车里面去 对吧 那相当于就是一个paint一样 对吧 配着这个I 然后loop完之后呢 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推车是长什么样子 对吧 你看这个推车 就是这些东西 就在你的这个推车里面了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同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要新建一个空的数据结构 也可能是空的一个diction 也是有可能 对吧 然后呢 去loop一个东西 去辨理一个东西 然后呢 满足一定条件 你就去加到 你的这个空的这个diction里面去 对吧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写法 一个套路了 等于是 第三题 double looping 就有一个inner loop 一个out loop 对吧 我让大家去打印这个99情话表 对吧 怎么打印呢 就是比如第一个数字 我就认为是i 就是i呢 in range 1到10 对吧 然后j呢 也是in range 1到10 对吧 我是要去print 就是i乘以j 那就等于i乘以j 对吧 那我这里呢 就用了一个三个placeholder 对吧 一个是i 一个是j 那第三个呢 就是i乘以j 对吧 第一个呢 佔了一位 第二个呢 佔了一位 中间有个称号 对吧 然后呢 我用空格 空起来的 对吧 然后呢 等于这个两位的placeholder 这边是 只手一用两位呢 就是因为它乘起来 有时候是一位 有时候是两位 对吧 所以为了对齐呢 我就用了两位 然后end呢 用了两个还三个空格 对吧 然后每次内循环结束之后 我都想空一行 对吧 我就print一个out loop 然后这样的话 你要注意这个initation 对吧 因为你是每次内循环结束之后 你想去 出现一个新的行 对吧 你就print它写在这里 我们执行一下 你看看 这样就没问题 对吧 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些微调的 比如说你这个乘法 旁边不想有这个 有这么的空格的话 就这样子 对吧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比如说你这个等号 也不想有这么的空格 这样子 对吧 你看这里 如果你不是写rs 也写es的话 就这个样子 你看它就没有对齐了 对吧 因为它这个后面 出现一些两位的成绩 对吧 所以就没有刚才那么好看 所以这里你能够发现 一个特点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placeholder 这个变量 是大于你要的 这个空格的这个长度的话 这个位置的这个长度的话 它就会自动去扩展 这个长度 对吧 否则这样 否则你 只显示一位 把另外一位给去掉的话 它就失去了 它本能的这个意义 对吧 所以它会这样子 第四题 第四题呢 让大家写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个function 对吧 因为我们 第二节课是讲了 这个function 怎么用 第一个function呢 就是让大家写一个 有个list 对吧 然后去count一个value 有多少个 对吧 比如这个list里面 如果你要数2的个数的话 那就是一个 对吧 如果你要数10的个数的话 那就是零个 对吧 因为没有一个零 如果你要写 这个有没有5的话 那就是两个 对吧 但是我这里强调了 就是 don't use advanced function 那个什么是 advanced function呢 那就是 l.count 对吧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function 比如说5 对吧 你执行一下 它就直接给去2 对吧 如果你直接是50的话 那就0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要写这个function 对吧 就是这个写这个方法 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 怎么写呢 这个很简单 对吧 我们就也是初始化一个变量 对吧 就count等于0 就是我还没开始数的时候 那肯定等于0 对吧 然后呢 我去便利一下这个list 那就for value in L 对吧 for V in L 如果这个V等于value的话 那冒号 我就count的加是1 对吧 最后呢 我就return count 那我不管它有没有找到 如果没找到的话 那我这个if呢 就永远没有执行过 对吧 那我返回了也是0 这样是没问题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 你看 我们这个function就写完了 就很简单 对吧 大家每次写完一个function之后呢 你也就是给几个test case 这个叫test case 需要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test case 去试一下你这个function 跟你这个预期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我这里试了7次呢 就是想判断一下 如果它从来没找到过的话 会不会返回0 对吧 这里是5的话 我就看 想看一下 如果有重复的话 我看能不能数出这些 重复的这个个数 对吧 那其实你这个呢 你可以用这个 this comprehension 对 有位同学要说话 我看看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int count and return count OK 这是这个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 如果你是print的话 它就会 就是你直接这个方式的话 就会print 但是它不会去返回一个东西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把一个 弹数 去返回这个东西的 你看这里 返回这个a 之前加这个 你看这个a呢 就等于0了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是 就是打一个print count 它就告诉你这个print是多少 对吧 然后 不管你这里写不写return 我们现在执行一下吧 你看 哦 因为我们 这个应该怎么办 我这个return 想一下 我看看这里 return是多少 啊 我是 哦 对 这里有点 我这里写一下count 你看 你看我这里一个单一号 一号 它就出问题了 对吧 我这样执行的话 你看 它是count0 对吧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这个a出来的 它是这个 跑这个function里面 去出来的 那我 比如说这里写个print a加上1 就行了 那我这里a呢 它就不能用 对吧 因为我没有return任何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a呢 是个noun 然后noun加1呢 它就报错了 对吧 你看 就不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加法 啊 所以呢 你要去return一下count 啊 它就能够做这个加法了 对吧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函数 是要返回 就把它这个返回 直接复制给一个变量 对吧 然后对这个变量呢 做一些操作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你要return 把这个 你要的这个结果给return去 对吧 而不使用这个print 就这个 那我们这个呢 也可以用这个list comprehension 来写这个count OK 看看有没有同学愿意 至高奉用的去讲一下这个list comprehension 是怎么写 对吧 那肯定是有一个list OK 我们先把这个 中文号找到 对吧 然后呢 我要去求一个和 对吧 我要去count嘛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就是 它会为1 对吧 就是 for item in l 对吧 if if啥呢 if这个item 是等于 这个value的 对吧 嗯 这样的话 我就一行 就把这个搞定了 对吧 我看看是这样行不行 就是c 这样的话 我就写一个新的函数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函数叫count2吧 因为我是用第二种方法来做 对吧 那我就直接认识这个东西就行了 对吧 就一行搞定 对吧 然后呢 我也想测试一下这个count2 那我就也是用一下这个吧 就是c 好 这是我的l 对吧 我就去count这个70 当然我们现在是用这个count2方式 所以加个2 执行一下 0 没有问题 对吧 如果是7呢 那应该等于1也没有问题 对吧 如果是等于5呢 我们这里有两个5对吧 所以它反复是2 这也没有问题 所以呢 其实你看这里的话 也是用一个list 就是巧妙的利用一下list comprehension 就你也用一句话就解决了四句话做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这是这个题目 第五题 就是让大家写一个function 就是自己还是在锻炼大家写function的这个水平 对吧 就是给定一个list 也是 比如这样一个list 我也是要找一个数 比如说要找70 它没有70 那怎么办呢 我就返回-1 如果有一个数的话 我就去返回那个数的这个index 比如这个就返回这个1 对吧 如果有重复的数的话 比如这里有个5 这里有另外一个5 我就只让它去返回任何一个value的这个index 都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呢 如果一个面试官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最好去跟他clarify一下这个question 对吧 比如说有重复的话 我到底是应该所有的index都返回呢 还是只返回任何一个都可以的 对吧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我应该是报个错了 还是说返回一个-1 就行 对吧 这个写法呢 不是很难 我们这里呢 也是要去编理一下这个list 然后呢 我们继续要知道它的这个index 因为我们最后是要返回这个index 对吧 我们又希望知道它的这个value 因为我们是要根据这个list名的这个value 去跟你给我的这个value去比较 对吧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返回这个index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最好你要用这个enumerate这个function 对吧 enumerate的话 这样的话 它就寄给你这个index 也给你这个value对吧 就是如果这个v呢是等于value呢 你就可以直接return就行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它比如说这里的话 它看到一个5 比如这里的话看到一个5 它就直接返回1了 它后面就不会再去制行了 这个for loop呢 就是说 就不会变定到每个元素 它因为它看到找到可以的了 它就直接返回了 如果这个for loop都制行完之后 都从来没有这个if条件 从来没有执行过的话 那我就肯定是没有找到对吧 如果没有找到你怎么办 你就去return-1就行了 对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 那这样是没问题对吧 这样是返回-1 这样是返回-1 这样都是可以的 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如果我的要求是 不仅要返回-1 比如说要重复的话 不仅要返回一个index 我要返回所有的这个可能的这个index 我应该怎么办 我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找一位同学给我回答一下 引答 你说一下 先不 再重复一遍 刚才这个问题吗 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有duplicate 比如这是个5 对吧 这也是个5 我呢 不仅要返回其中的一个index 我要返回所有的5的index 你应该怎么办 我提示一下 就是说 首先是你想想这个5的话 那你可能是要返回两个index 比如说这里 对吧 或者多个index 你肯定要把这些index这个数值 放在一个数据结构里面 你想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结构 比如说这是第一位的 对吧 这是第四位的 对吧 放在一个set里面 可以吗 因为set不能重复 然后他就 对 set是可以的 当然你用例子也是可以的 这里 比如说 比如说 那我们就放在set里面 就是result 为了我开始就肯定要建立一个新的空的set 对吧 我这样的话就建立一个空的set 然后我要把这个code哪里也改一改 然后就能够找到两个都找到 我还是便利这个例子对吧 然后还是去判断这个 这个v是不等于这个value 如果是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 我就要把我现在的找到的这个index 给添加到我这个set里面去 是吧 对吧 嗯 然后我最后返回啥呢 因为我之前呢就是 只要看到一个是的 我就返回了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肯定要全部变了一遍 才 才去返回 对不对 因为后面还有 你不知道后面有没有重复的 是吧 所以呢 你就return 你的这个result就行了 是吧 看 我们现在执行一下看看这样 对不对啊 你看 如果找70的话 他就返回一个空的set 就是说什么没有找到了 如果是找5的话 你看 他就返回一个1一个4对吧 这跟我们预期是一样的对吧 这是1 这是4对吧 如果是找7的话 你看 他就直接返回一个5对吧 就是第5位 就是7对吧 这一个是7 所以这种写法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你用这个set也可以 用这个list其实也可以了 当然 当然你这里想的set是挺好的 因为这个index的必须是unique 当然了 这个因为你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set的话 有些时候大家是需要这个index这个order 就是说 他可能要重大大小排列 对吧 或重小到大排列 但是你把它加到这个set里面 它是部分大小的 就是部分先后顺序的 对吧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当然大部分 这是很细小的一个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面试的时候 也有可能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他告诉你 他让你先写一个很简单的code 然后他就说 在这个基础上 我要稍微变化一点 你怎么办 对吧 你看我们这就稍微改了一两行的code 然后这个结果就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这个 第六题 就是这个looping list 对吧 我 今天呢 这个两个list 一个是呢 我们塞尔喜欢的这个fruit 一个是我们这个 Stacy喜欢的这个fruit 对吧 然后呢 我向大家去找到 这个他们俩都喜欢的东西 对吧 就是no-advanced function 对吧 其实这个题呢 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把这个list呢 变成这个set 因为这里是不能重复的 因为suppose 都是他们喜欢的这个水果 对吧 那不能出现两次apples 然后两个set呢 你做一个intersection 对吧 你就知道他们俩都存在了 这个 都喜欢的这个水果 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我们这里呢 你开始 可以用这个list来做 对吧 比如说 他们都喜欢了这个fruit 我是建立一个空的这个list 这跟我刚才讲的这个 你先去推一个空的购物车一样的这个原理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去loop一下sara 就sara的一个个去找 对吧 apple 然后你看apple 有没有在stacy里面 然后你去看这个打印这个bossfavorite 出来 你看就这apple 就跟我们这个预期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这个题呢 也可以用这个list comprehension来做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一看就明白 对吧 就for fruit instead of fruit if这个fruit instead of fruit 的话 我就返回 对吧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不 不放到这个list里面去 就是这个题 大家也没什么问题 最后一个题 有个两三个同学有点问题 就是我这里呢 建立了一个新的这个 建立一个list 对吧 这个list就是我们这个 第四期所有学员的这个同学这个名字 比如说 我们这个名字实在太长了 对吧 我们可能比如说在这里 你想新换一行 这也没关系 你就打一个enter回车就行了 你看他就新换了一个 然后我们这里不是加了 党音反应同学吗 我们就把这个党音反应同学加到这里 OK 好 这里为什么就你打个空格 打个空格 然后新换一行呢 还是可以呢 就是说这两行呢 python还是这么一行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list 这个square brackets 你这里开始了 但是你第一行就没有结束 对吧 他就自动的在第二行 继续找这个square brackets 这个你怎么办呢 我们上课讲了一个方法 对吧 就是你先去open一个file 对吧 比如说open wacom.txt 然后呢 你也告诉我这个open的这个方式 对吧 你是要读呢 还在写 对吧 我这个w就代表write 这个 加号呢 就是代表 新建一个这样的文档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OK 所以呢 你要首先 你要自己想好 你要是要干嘛 对吧 你是读这个文件 还是要写这个文件 然后写这个文件呢 这个文件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对吧 如果存在的话 你是要把它覆盖掉 还是你要把它添加到 这个文件的最底部去 对吧 有些这样的问题 你要去考虑 然后呢 你就直接可以写这个file.write 对吧 就是Rost of 2019 Summer Class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控行 对吧 因为你这个写write的话 它是 它不知道怎么控行的 OK 你一定要告诉他 这个生成一个新的line 它才行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去forstudent in students 对吧 然后我就去便利 去找 因为我是想找到大家所谓的 这个first line和last line 对吧 对吧 啊 但是呢 我这个学生呢 可能同学们呢 可能很多 对吧 有一百个元素 你不可能一个个去写的 对吧 这就是很典型 这个hard coding 对吧 我们要去处理大批量数据的 可能这个里面也一万个元素 你都要做一个同样的工作 对吧 你不可能熟去熟写的 对吧 所以呢 因为你要善于利用这个 领品 对吧 我这里呢 就是loop这个student 对吧 我这里就用这个lazy4 对吧 其实是一个lazy4的意思就是 我不care它的这个index 就是julia 是第0位的 这个我不care 其实 然后呢 对每个student 我做一个split split 你这里如果不加任何东西的话 它就自动在这个空格里面 去切一道 对吧 就julia 在前面 那个g在后面 对吧 这样的话 我所有的名字 都能做同样的一个事情 对吧 我就找出了它的firstname和lastname 对吧 然后我去再写 这个file.write 对吧 Welcome to our class 然后我用了15位 来去 呃 存大家的这个名字 对吧 然后呢 用7位去存大家的firstname 用7位去存大家的这个lastname 啊 然后最后也加了一个空格 对吧 控行 对吧 新的一行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话 就是 file 你写完了之后 你要把它关闭 file.close 对吧 啊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这句话吧 你看 我这里的话 就新进了一个这样 welcome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你看档一反之前没有在这里面 然后现在就在这个里面 对吧 这是这个 生成了一个txt文件 对吧 啊 其实呢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呃 而且是更加推荐的一个方法 就是读或者写 你又用这个reads这个语句 对吧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拍赏的一个高级的一个syntax 这个东西叫context manager 啊 当然具体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这个是做啥 啊 一般呢都是用这个reads开头的 reads开头呢 就是说 我这段事情呢 就是我要是在 我就是在读文件或者写文件 我就不做 嗯 reads结束呢 它就自动关闭了 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经常是开始写了 然后他没有close 然后又做其他系统去了 然后这个fire呢 somehow 可能就会mess up 啊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你就应该这样写 就是reads open 啊 然后呢 也是这个东西 对吧 Ctrl C 啊 就 我这里写 welcome2吧 啊 这样后我会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对吧 一般呢 就是 as f 对吧 啊 我这写的 as d as f 然后呢 你就要去写这个 f.write 这些东西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啊 所以呢 我就抄一下这句 这段话吧 C 抄一下这段话吧 当然这里我写了 file 那我就写成file吧 这样我其他都不用改了 当然 你看我这个for loop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的 对吧 是在这个reads里面的 对吧 然后呢 我就不用close这个东西 啊 他这段话执行之后呢 啊 他这个 这个文件呢 它就自认关闭了 其实 啊 我这样执行一下 你看我现在有个welcome2了 对吧 应该 应该是welcome2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啊 就是说这种写法是更加推荐 对吧 啊 因为这里呢 呃 很多时候大家会忘记写这个东西 啊 啊 这是呃 写一个文件对吧 读文件呢也很简单 对吧 啊 也是用这个reads open 对吧 啊 啊 啊 然后呢 我这里呢 呃 没有写这个 呃 这个 方式 就是怎么处理这个方式 然后它的默认呢 就是read 其实是 对吧 就是as f 然后呢 你就要for line in f read lines 这个read lines呢 就是说它一行行去读 对吧 这里呢 每一行就是一个line 对吧 然后呢 我就print line 然后 啊 诶 我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啊 我看看这个是 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啊 如果我没有 啊 你看是这样 它每次呢都空了一个行出来了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太多了一点 所以呢 我就 啊 啊 嗯 这样 对吧 啊 啊 因为它这个每一个line 它最后呢 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格 就空 生成一个新行的这个符号 就是对吧 所以呢 它就产生了很多这个 啊 空的这个行 啊 不太好看 对吧 然后我这里就加了这个and 写的是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我们啊 这个上试课的这个作业 啊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啊 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到我们这个今天要讲课的这个内容 看看啊 how to find the data related to the job 对吧 啊 啊 这个呢 我稍微做了一些笔记 然后呢 最好呢 就是也是跟大家就是去互动的去讲这个内容啊 啊 啊 这个class 4 对吧 首先是这个早工作呢 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long time battle 对吧 你不能指望你自己提交简历 然后这个过程呢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尤其 当然你这个是如果你是一个 有经验陈述的一个人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对吧 这里大部分都是新手 然后呃 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话 这个是一个你要做一个很长的一个呃 time line 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啊 因为我们在大家在学校里面 大家接触的都是自己的老师对吧 然后自己然后同学 然后身边人都是在找工作人 然后呢啊 这样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 然后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找工作 然后呢很多学校 我觉得这个career service呢也做得非常一般其实是啊 因为呃大家尤其是老师的话 大家都是在学术界里面呃 呃混的人 而不是在呃公司里面呃呃呃做的人 对吧 所以呢你不管是在你准备这些technical interview 还是呃在这个考美国这个公司这个文化上面 你自己都还不太熟悉 就会经常出现一些呃抽 啊这个呢我说了就是你要make a long term plan 最好呢如果你是读硕士的话 啊啊基本上你读硕士的第一天呢 你要你要开始准备你自己的这个简历呢对吧 然后你要自己去准备一下这个简历里面 啊你想说一些什么呃 啊东西给这个呃employee看啊 啊然后啊啊这个呢也是说了很多的一句话 这个jual market呢觉得是一个two way street 啊 always啊就是即使你就是这个公司选你的这个过程 也是你在挑公司的一个过程 当然呃呃呃大家如果是作为刚毕业的这个学生呢呃呃 呃你可能就你可能既没有身份呃呃也没有很多经验对吧 你可能是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呃局面 但是实际上呢大部分时候啊这个job market就好像在大家相亲呃呃找男女朋友找对象一样 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那种过程啊 啊这个比如说你想美国这个呃用人的这个市场 比如这个data scientist或者data analyst 他这个职位比如说现在可能有几十万人在找 可能呢也有几十万人在找工作啊 其实呢大部分就整体来说还是就是1比1的这个关系 绝对不是你呃呃一个职位有100个人来申请啊 呃然后呃1比100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 因为呃这个用人单位肯定是收到很多这个简历对吧 但是呢这个应聘者呢肯定也是要去海头的 也肯定是要扔几百分简历出去的比如说对吧 所以呢整体来说呢还是一个1比1的这个还是比较良性一个健康的一个 呃market我我个人觉得就是啊 啊第一点呢就是啊我这里写的第一个就是啊 啊how to read job description啊啊 啊get see example啊 我这里呢随便啊找了一个啊 啊我记得这个是我们啊我们组有一次招人的时候啊 啊写了一个job description所以呢我把它存下来了啊啊 啊这个job description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说你想一个主招人啊啊他呢就要发广告对吧 然后呢就很多人来应聘 其实很多人呢你要做一些screening对吧 job description就是说这个工作有什么要求 然后呃这个工作大概是干嘛的对吧 啊所以写一写 如果你大部分80%都不符合呢 你根本就不用去投对吧 然后呃这样的话是节省节省双方的时间对吧 既节省这个求职的这个时间 也是节省这个呃公司招人的人的这个时间对吧 啊因为呃除了这个HR之外 有谁就是Hair Manager自己的平时工作 他不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大概一个个去打电话面试对吧 所以呢这个说清楚呢 呃就有节约大一下的这个时间 所以呢呃比如说你看看这个呃这是我们FridayMAC 这是我们部门Investment Capital Markets 然后就造一个什么人呢呃这个title叫 呃Qualitative Analytics Professional 啊我们这里呢我们公司的professional就是给硕士钢毕业的学生啊 所以就符合大家这里的大部分情况 然后呢呃你看这部分job description是写的非常详细 非常detailed的啊就是说大家就好像大家写简离一样 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改啊写啊对吧 这个招人的人呢写这个job description的时候呢 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写啊改啊什么这种啊 啊我们经常听到上面这个头啊去去讨论啊发email啊 啊去讲这个job description应该加哪些 然后加哪些东西放上去对吧 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每一句话题都值得去好好去读对吧 你看这里是implementation of analytical models 啊你看这里就是说呃他并不是做model developer 他是做implementation对吧 就是更加跟IT相关的事 所以呢这个职位呢跟我们上课讲的这个data science呢就是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不太完全一样啊 他是做implementation对吧 然后是做给一个什么样的business line做这个implementation 你看是这个model呢是value and hedge mortgage securities and loans对吧 就是做valuation做haging的啊 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经验呢 一定也写在这个简离上面去对吧 你有什么implementation这个经验呢 也就要写在这个简离上面去对吧 啊然后这里呢有很多其他的很多这个关键词对吧 啊你看这个standard alone utilities 就是说就在公司的服务器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 然后呢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这些呢就是说在这云端上面 比如在aws上面这些东西 像一个这样的一个job description呢 呃每一句话都值得大家好好去读三遍 你看看你看这里又出现了这个implementation 你看这里都出现implementation 说明这个呃这就是很关键的一个词 implementation对吧 然后这里又出现了关键词 叫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对吧 啊这个呢我们上次 讲过讲过一点皮毛对吧 啊 然后你看这里就写了三种语言 python 加碗或者c++ 然后python写在最前面 说明这个python是最重要的其实 啊 然后你看这里complex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measures 啊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做过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些数据分析的一些projects 可以写在这个里面对吧 然后呢你看这里是写啥 high performance 这个是叫distributed computing 啊 storage systems 就是handling large volumes of data 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你应该写到这个简单上面去 对吧 啊 然后这里你看 provide technical analytical and data support to model users 对吧 你看你也自己想想 啊 不管是你在学校里面做的 还是说你在实习里面做的 有没有跟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看这里写 work on the limited direction 啊 independently determining and developing approach to solutions 当然这句话写得比较有点泛了 就是说 就希望他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指导你的 对吧 希望呢 你自己能够读到一面啊 就是这个意思 qualifications 这里好好读一读 对吧 advanced degree 一般就是硕士以上 硕士或者硕士以上 就是quantitative finance econ stats data science or computer science philic or directly related 当然你看这里的话 他就留了很多余地 对吧 就是说 你只要是跟很多数据打过交道的 这个field也是可以的 对吧 啊 这点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对吧 就是说你的这个programming skills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object oriented 啊 就是说 你最好在检验上面 能够出出一些 你知道这些方面的 啊 这些经验或者project 对吧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自己好好去突击 突击这个一两天 啊 然后最好能够有一两个在这种project 能够写上面去 对吧 这样才会相关 否则你的这个简历肯定 啊 简历观都过不了 肯定是 啊 其他的你看这里也有很多这个 啊 你看 multi-color simulations 对吧 这个我们以后应该会讲一下 然后 啊 这个呢 就跟这个cash flow computations 这个跟金融有点关系 对吧 就是跟这些security啊 loans啊 这些东西 然后 understanding learn complex statistical models 对吧 这些呢 你看有没有有重计模型的这些经验啊 也是很重要的 好 这里呢 我就其他的我就不太多说了 啊 所以呢 这里呢 从这个job description呢 啊 一个至少写的好的时候 这个job description 你都能猜出来这个 他需要你之后 以后是要干嘛 对吧 这个工作长岗位是干嘛的 然后呢 你自己一条条去跟自己去 自己的这个学习或者呃 工作的经历去比较一下 然后看你符合百分多少 比如说对吧 如果你符合的这个 就是overlap 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十的话 基本上也不用修身了 对吧 如果你符合一个百分之八十呢 你可以在另外百分之一二十 你可以去加强一下 啊 突击一两天 这个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啊 把简历自己写的去改一改 所以呢 啊 这个就很明显的 就是跟这个 你怎么写简历呢 就是挂钩 挂钩起来 对吧 就是how to your resume 就是很重要的 对吧 我这里写了三个红字 就是match match match 对吧 因为这个重要的事情 要说三遍 对吧 因为这个resume 并不等于这个 你人生最飞航的这个经历 啊 因为很多人就 呃 尤其是这个转专业的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专业 专业跟这个finance 或者跟data science 没有直接相关呢 比如说你从生物过来 对吧 你可能 你的这个点里面就出现了 非常多的这个 和生物相关的这些term 啊 如果你这个haring manager 跟你一样背景的呢 也是去生物出生的 还差不多 对吧 如果 啊 如果他不是这个出生的话 他光看这些term 都看不清楚是是啥对吧 他们也没有任何没有太多兴趣了解他这个是啥 啊 当然呢 你的检定呢也不能就是说你是一个生物phd 然后呃 你的这个检定跟生物没任何关系 对吧 这这也太这也太假了一点 就是说你肯定是要结合生物和你要去的这个岗位相关的 对吧 比如说 data science 或者统计这些相关的 啊 然后呢 你也能够把自己这些经历或者projects 能够像一个 呃 没有生物背景的人能够解释的比较清楚 这样才会比较好 所以呢 呃第一个呢就是呃 read这个job description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你怎么写这个resume 啊 就是呃 你要强调这些啊 skill sets 就是haring manager 希望能看到的 对吧 就是 而不是你自己很 呃 觉得 因为你就是说你可能是过去两年三年 你可能花很多时间 呃 换了另外一个project 那这个project呢可能跟 这些呢没tide的关系 对吧 呃 比如说sando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把这个vb的code 转化为这个rcode 啊 但是呢 可能这个haring manager 呢 他 当然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挺好的 就是说你是能够读到一面的 对吧 啊 这个刚才 这个job description 里面也写的 就是说 人家能够非常呃 呃 independent 去做这个事情 对吧 啊 可能呃 你做一个project 也是没有太多人去指导你的吧 可能是你做好的 然后呃 你的这个呃 领导们也都挺满意的 这样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写到这个上面去 对吧 啊 其实也就是说 你要很多经历 对吧 然后可能有些很相关 有些不太那么相关 对吧 你要看到你自己想好这些 这些故事应该怎么说 然后这样的话 这些haring manager 他是能够 呃 appreciate 觉得就是说 你是有能力的 至少有potential的 对吧 然后去把 啊 你要做的这个事情给做好 啊 就能胜任这个岗位 对吧 啊 这个是match 对吧 这是要强调的一点 然后呢 啊 去强调 emphasize 就是你最近三年的这个经历 啊 因为可能很多人 啊 因为我们现在转行的人 倒不是那么多了 啊 就因为我们之前第一期第二期 的时候有很多 对吧 很多人就学programming 都可能是十几年前 学过programming 然后做了几个project 然后人家一看你这个programming 就是十年前做的 对吧 那 那都是远古时代的这个东西了 对吧 比如说 因为排场做数据分析 那也就是最近三四年的这个事情 如果你把这点 你十几年前的这个经历 突出在你的解决上面的话 啊 那就没什么用了 对吧 所以你要强调最近几年的这个 experience 啊 然后呢 啊 我这个课呢 是说这个data related这个job 对吧 其实有很多这个title 都跟这个data有关系 对吧 其实你想哪一个职位啊 不跟这个data打交道呢 对吧 比如这个data analyst 啊 business analyst data scientist data engineer 这些其实都有点相关 对吧 然后呢 都有一点 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这个track呢 是跟这个data scientist 是最相关的 其次呢 是跟这个data analyst 或者business analyst 有点相关 对吧 因为data engineering 就更加偏工程 更加偏IT 就需要花的时间更多一点 然后在简单里面 你肯定要写几个你做这个project 对吧 然后呢 我跟好几个人做过这个career coach 然后我一般都是让大家就是 呃 讲一下 你最近比如说最近三年 你做过哪些project 比如说你就说 你做过 尤其是你跟这个相关的话 你做过七个project 啊 然后呢 你最好七个project呢 每个project都写个三四个bullet point 对吧 然后 啊 你要不断地去polish 这个简单 这个应该怎么写 对吧 然后比如说一个project呢 就是能够证明你的这个 做data cleaning 的这个skill set 对吧 因为一个project呢 能够证明你做这个teamwork 这个这个skill set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project呢 就是跟这个cloud computing 可能又有点关系 对吧 啊 所以呢 你可能要每个方面呢 都有一两个 这样的一个project 然后 你写这个简历的时候 你要根据这个job description 对吧 啊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 呃 这个 就是说 如果你有 跟 做这个model implementation 相关的这个经验的话 你就应该强调 然后 放到最显压的地方 然后写上去 对吧 当然这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找工作呢 其实很多时候 也很多时候是有这个运气啊 有这个几率的这个呃成分在那里面 并没有这个 就好像是你去相信一样 对吧 就哪怕你是刘德牌 或者范围你去 那你被拒的 还有很多时候也是被拒的 说实话 啊 啊 就是你 哪怕你准备百分百 那你可能对方呢 你也不知道是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他也不可能是 也不一定是按常理出牌的 我这里呢就是 只是 找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公约数 就是 大部分 一般都是这么想的 啊 然后你应该也是 啊 这样去考虑 去准备自己的这个求职和面试啊 去展现一下你的这个啊 因为我们这是跟data相关的 对吧 所以你要展示一下 你跟这个data related这个skills 然后我这里就稍微列了几个 这个跟data相关的这个skillsets 对吧 比如这个data从哪来 对吧 你要get data 对吧 你可能是用一些API 也可以用sql 也可能本来就是csv 然后 嗯 也可能是一些 就是网络爬虫一些data来的 对吧 啊 这个呢 呃挺重要的 对吧 因为有些大公司呢 是 这个data structure 有个data infrastructure 就是非常陈述了 对吧 你不用去做很多太多的这个预处理 啊 啊 有些公司呢 比如说小公司的话 那个data就比较乱 对吧 可能 你没有人专门的去做这个 数据库的维护啊 然后做一些工作 对吧 所以呢 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 这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data过来呢 你要去cleaning data 对吧 这个数据呢 呃 现实中的这个数据量量很大 对吧 然后呢 呃 问题也很多 对吧 但是呢 呃 如果 呃 有问题的这个数据呢 呃 就是 你这个 叫 叫 trash in trash out 对吧 如果数据有问题呢 呃 呃 呃 你哪怕你的model做得再好 那也是有问题的 对吧 至少你这个做这个data呢 你要有一点confidence 啊 这个东西呢叫data integrity 对吧 然后呢 或者叫 一个说法叫data consistency 啊 consistency 对吧 就是说 呃 比如说你的数据很多来源 对吧 也保证他们呢是一致的 比如说 呃 其他的叫data rankling 就是 啊 data rankling 你要生成一些这样的一个feature 对吧 这就是做一些data transformation 然后做一些data aggregation 对吧 你的数据量都是很大的 你肯定要是从统计的意义上面去 对吧 比如说看一个google和另外一个google 呃的区别 对吧 比如说我想知道 你是做credit card 然后你想知道这个呃 你的这个信用分数 对这个credit card的这个呃 default有多大的影响 对吧 呃 你可能就做一些aggregation的一些 呃操作 对吧 接下来呢就是说你做一些比较 更加高级一点这些呃 工作内容 就是你要build的一些models 对吧 就是一些统计的一些模型 或者模型的一些模型 对吧 然后呢 你肯定那build model有很多种选择 对吧 那就涉及到一个model selection的一些问题 啊 就是这个model好还是那个model好 为什么这个好 那个为什么那个好 对吧 然后你能不能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model是怎么回事 对吧 解释一下decentry 解释一下linear regression 比如说 解释一下比较复杂的一些model 解释一下gradient boosting 或者random forest 这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 呃面试的一些内容 对吧 尤其是你把它写到你的这个 呃解释上面去的话 啊 你怎么去调你的这个参数的话 对吧 hyperparameter tuning 你怎么做future selection的 因为你这个future 可能有很多啊 对吧 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 你怎么选择的 对吧 当然这个 呃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这个方法 其实 是 这个我们以后呢 就涉及到我们这个technical的一些内容 我们以后也会讲 啊 然后呢 future engineering很重要 对吧 你是怎么做future engineering 对吧 你为什么生成这些变量 不生成那些变量啊 啊 啊 怎么evaluate你的这个model 对吧 啊 啊 performance 你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metric 对吧 啊 你是用这个root mean squared error 还是用accuracy 还是用f1 score 还是说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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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做这个model evaluation 对吧 啊 啊 就这个就跟model相关的这些技能 对吧 然后跟统计相关的这个技能呢 啊 尤其是跟这个 啊 我觉得就是跟healthcare 跟生物相关的 生物医药相关的 这个 有很多这些hypothesis testing 就是数据量很小的时候 啊 这些统计的这些方法就都用得上了 对吧 所以 所以里面的这个职位呢 就是说 他数据量没那么大 对吧 他用很多这种假设检验的一些方法 啊 这个呢 如果是这样一个case的话 你就可能要去强调一下你在这方面的这些经历 对吧 你以前做过 什么样的一些testing 啊 比如说你这个 面次的这个position 可能跟这个visualization 也有很多关系 对吧 你看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他visualization 根本就提都没提过 对吧 所以呢 你这个简历上面呢 你可能稍微 就scale set里面写一句话 写一个词就可以了 对吧 你就没有必要 花两三个bullet point 去写 你做过怎么 你做过哪些visualization 怎么做的 对吧 啊 所以呢 这完全是要根据你这个position 去调整 嗯 要面次的这个position 去调整 你这个resume 然后去调整 你要讲这些story 哦 然后这里的话 我刚刚说到这个model implementation 对吧 model implementation 就是说 嗯 更加要骗这个data engineer 因为这个model 你确定好了 对吧 你可能是要做一个application 然后去 让business user 去run这些model 对吧 所以你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因素 对吧 比如说这个latency 就是一个因素 对吧 因为你可能做一个很复杂的模型 它performance也很好 但是 你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你才能知道 它的这个结果 对吧 比如说 这个credit card 这个flaw detection 那你不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对吧 人家刷了一个信用卡 你就要告诉 立马告诉他 你是approve了 还是被decline了 对吧 你不可能说我再过两分钟 他告诉你 那可能 这是行不通的 对吧 没有人 就是每刷一笔信用卡 都要等两分钟 才能知道结果是什么 对吧 然后efficiency 对吧 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改变一些code 然后让它跑得更快 对吧 这个因为model 跑的话 经常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量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些 我现在是做multimplementation 比较多 对吧 很多人就可能是 一下要跑几万个这个mortgage 对吧 然后算一下它这个valuation 那你比如说那你一个可能都要花好长时间的话 那几万个都要花更长的时间 对吧 所以这个efficiency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吧 你能不能把它distribute 然后每跑一个的话 是哪些是你的这个瓶颈吧 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 这就是我 很多时候写作业 然后上课的时候讲 这个时间复杂度这个原因 对吧 很多时候 你都自己都没想到 然后 这个程序效率就非常低 你可能这个例子过一遍就行了 你可能过了两遍 甚至就是 你例子过一遍 每过一个的情况下 又去过一遍 对吧 那就on的平方了 那就非常非常慢了 所以 就是model implementation 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我这里又写了一个红色的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communication skills 对吧 这个交流的这个能力 尤其是你是 我觉得尤其是你去 理工科出身了 然后去银行啊什么这种 就是你可能认为不重要 人家认为很重要 其实是 就是这个交流工程这个能力 尤其是你做这个data相关的这个工作 你可能 可能 像data scientist 可能 或者data analyst 你可能要跟这个business users 打交道 对吧 你也可能跟你这个领导要汇报 对吧 要做些图 你也可能要跟这个data engineer 或者这个IT的人 要打交道 对吧 然后你怎么跟这个不同人 这个打交道 其实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能 然后呢 也有人 大家有位同学说话了 简直是最重要的技能 没有之一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陈希同学说的 对吧 他已经上了我们第二期 然后又上我们第三期 然后第四期 有时候他也出现 所以呢 他的话呢 大家最好记住 这个communication skill 确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像我刚才讲的这些技能的话 大部分 我觉得像中国学生的话 真的90%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即使是你现在不懂 你上班去 稍微去学一两天 也懂 这个也不会有太多问题 对吧 但是如果你招了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进到你这个team里的话 你就真的是非常郁闷 因为你也不能赶人家走 所以大家非常小心 其实是 就是说你不喜欢的人 绝对是不要换进来 就是说 哪怕就是说 你有些这些技能 你不太熟悉 这都是没关系的 说实话 因为有些人就是说 反正 就跟人打交道多了的工作 大家就会明白这个东西 就是说 尤其是你像我的话 我现在开一个这样的班 也跟很多人打交道 不管是学生 还是导师 还是潜在的学生 还是权力人 就可能跟几百个人打交道 所以呢 我也深有体会 这个communication 绝对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技能 就是说 有时候就是说 比如说 你要及时的跟你领导 对吧 老板 就是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东西 及时去跟他沟通 而不要 就是出现一个问题 问题出现之后了 他才发现 对吧 人家他就可能很被动 或者跟你的这个 team member 也是一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 这个问题 对吧 可能对你来说 有点不太convenient 有些不太好意思 有时候 但是你可能 如果能够帮到对方的话 就是 凡事就是 你从对方的角度去想 的话 你就知道 应该怎么做了 对吧 找工作也是一样的 你要从这个haring manager 的时候 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如果他收到100分解历 看起来都差不多 他凭什么挑我的呢 对吧 我是一个什么的 我的这个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对吧 你要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对吧 你不能自己感觉良好 对吧 你自己感觉良好 那个 后果一般都比较严重 是吧 这是这个 我这边就讲了这个 怎么写这个resume 对吧 当然就是 整个找工作呢 这几大部分呢 都是一个 混然一体的一个整体了 就是说 我这里呢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有这些技能 对吧 希望有这些communication skills 也是很强 对吧 当然你不能就是说 我的communication skills 很强 你写的解析上 那大家没任何感觉 那你就说 你只有 你平时自己注意这方面 你自己跟自己朋友 啊 身边的人啊 对吧 同学啊 然后交流的时候 已经是 你是这么考虑的 你到时候就是 你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 对吧 你不用去假装 去装作一个这样的人 对吧 如果这个本能 就是你的这个本事出演的话 那就是最好的 对吧 因为装的话 你是第一次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找工作 人家是见多识广 已经看过很多人了 其实 人家是专业的 你是不专业的 其实是 所以人家一看就知道 人家跟你了解就知道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对吧 唉 看看 我说这么多东西 想休息一下 然后看有没有人 啊 陈欣你现在在吗 你要不说几句吧 这位元老 让我喝口水 陈欣你在吗 不要了 好吧 唉 家里有点少 好 桑董要不你说几句吧 看看我们聊一段天吧 就 我也不想一个人 像这样子讲课一样这样讲 啊 我说什么呢 呃 想想 哈哈 对我 对啊 前一阵我让桑董 灭了我们公司的一个inter 然后你就说一下 这段这段经历你去到的是什么 啊 第一次就是正式的 嗯 就是拿到了那个电话面试嘛 嗯 就是拿到了那个电话面试嘛 没有太紧张 但是还是有点点紧张吧 嗯 然后他问的 他问了一些就是关于你 简历上的那些project 就是问的非常仔细 所以所以我就是觉得把自己的简历上的东西啊 做过的东西都要就是特别清楚 然后 对哦 我我强调一下 就是他这句话呃 大家一定要听进去 就是你写的简历上面的东西真的是要要特别清楚 因为你不写的简历上面的东西 你可能没追过 人家问你 你不会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没什么 人家不能怪你怎么样 对吧 如果你是简历上面写的东西 你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最好是你找过好几个不同人来去 就刨工挖底的去问你这个简历上的一些内容 一些细节 这样的话 你的面试才会没有问题 你千万不要支支吾吾的去回答一些问题 就变得非常流利 就像你真的是 就是当然希望就是你是真的这个呃 做的非常熟练 对吧 嗯 对 对 对第一点对吧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简历的内容也非常顺利 对 然后就是career consultation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 然后如果能找到在就是你要面的那个公司 然后如果里面有朋友呀或者是老师呀什么的 或者是任何呃 啊就是朋友的朋友啊都可以先提前问问 然后这个team 一般都干啥 然后他就关他就问你关于就是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 问的比较多 嗯嗯 嗯 嗯 我插一下吧 就是 嗯 因为我说的就是说你要知己 首先你要知己知彼嘛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team 到底是干啥的 对吧 你可以通过这个job description去看一下 当然最好的就是说你要有内线 对吧啊 这个我们等会会说这个referral 啊就是跟你解释一下这个team 到底是干啥 然后用了什么方法 用了什么软件 什么各种里面人的背景都是什么样子 对吧 嗯 其实很多时候面试问什么问题你都能猜得出来 因为在大公司里面像几千人的这个大公司里面 每个人都是一个螺旋 每个人呢就是专注做一个事情 啊 像比如说我们大老板去问人的话 大家他绝对问到就是referral 我都不用去想 因为他就是做这个东西出生的 然后team里面人呢也大部分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不可能去问一下自己不熟悉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解释不清楚 他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好还是坏 他也没法做一个评价 他也没法做一个评价 你在说大概就这两点吧 然后好好练 好好练就是interview的那些东西question 他倒是behavioral question 他倒没问 主要都问的是简历上的那些东西 对 你还确定这个职位的可能比较technical一点 对吧 对 technical question 都是technical question 他问的 没有问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呃 面试观也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问这个technical question 然后中国人呢喜欢问一些这种很难的这样数学问题啊 然后很多时候都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说实话 像我们公司很多组去面什么 让你推导一下blackshirts这个模型啊什么的 我们公司从来不会用这个东西 你推导出来呢我觉得也 就说明你这个数学功力很扎实 当然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点优势的 其实说实话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说实话 我觉得还不如给你一个case study啊什么的 另外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是招人的人去也考虑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你怎么去评价一个面试者应该怎么做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是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他的学术背景 比如他是学经济的还是学统计的 还是学其他理工科出身的 你也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他大概会跟你聊一些什么问题 然后他感兴趣的一些是一些什么东西 你要去参与去引导他去聊一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是吧 好那我们继续讲吧 我希望就是那我们快点把这个讲完吧 然后可能还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聊聊天我觉得反而更好一点 这个referral呢就是说大家也知道这个可能是找内锤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当然 我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说就是说 这个推荐的其实也分为强推和弱推说实话 因为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几千人几万人 你找到内锤呢 那个hearing manager很有可能是不认识这个推荐你的这个人的 所以呢这样呢可能也是比你海投呢好一点点也好不了太多 这个strang referral呢就是说这个人呢是认识这个要招人的这个人 对吧 然后能帮你说几句话的 对吧 这个呢我觉得是 当然这可能是最有用的 就是说 所以呢你最好是 大家就最好去找这种能够帮你就是强推的这个人 对吧 当然前提 我也说过很多事就是说 你得准备好 你这些基础知识要比较扎实 人家才去强推你对吧 人家你想 你想一个这样一个 scenario 人家去强推你 就是说你多棒多好 对吧 然后你去面试了 然后人家发现 很基本的东西都不会对吧 然后他就说 不好意思你明天再来吧 那你就回去了明天再来 你也不会再去见这个人了对吧 但是强推你的这个人 啊 然后 还是要经常跟这个herry manager去吃饭或者干嘛的 对吧 人家就脸上就很霉光了 就是说 啊 你这样强推过来 然后我以为他很厉害 其实是 也就这样对吧 人家就不太好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双向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 这个有人能帮你强的是最好的 但前提呢就是说 你也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片好意 对吧 就是说你 至少是你是差不多了 啊 啊 有这个实力去啊 去 基本上可以了 拿到这个position 这样才是会比较好 对吧 啊 当然呢就是 啊 强推很难了 就是啊 因为这个 可能一个team 可能一年也就出一两个这样的一个position 对吧 所以说不定你认识的这个人呢 啊 他熟悉的可能也就有两三个组 对吧 所以呢他你一年也碰不了一两次 所以最好呢 你是要 啊 create a referral network 就是这需要花时间 需要花这个effort 啊 啊 我是就是我给别人做career coach 那我就 不仅是你要列举出来就是 啊 你找我哪些skill set 然后你要 啊 简历 project 也准备好几份 对吧 我也是让大家就是 你要列个列表 就是你觉得谁会给你做一个推荐啊 啊 就是说 不是敷衍你的这种推荐 就是说他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个position 他就会阻断的去跟你说 当然前提是他要知道你的找工作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让世界人知道你的找工作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你要做一个靠谱很优秀的人 对吧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让人家觉得 啊 我是真的是想去帮他 对吧 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对吧 这个 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些积累 啊 就说 如果你是 呃 呃 马上要找工作了 然后 突然去 呃 人家说 呃 去找人家 发一份email 平时从来不跟人家联系的 对吧 这也不太好 对不对 人家呢可能也只是 就帮你递了一些简历 能人家写email的话 那语气都不会那么强烈 对吧 如果是你是真正他的很好的朋友的话 呃 人家就会主动去帮你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 呃 你想去的这个公司里面 找到这几个人 找到这么几个人 对吧 人家会主动的去帮我去推荐 啊 而不是就是去被动的去帮你 啊 这个也很重要 是吧 啊 这里呢我也说了 就是你要啊 做最好的准备 就Best Prepare 对吧 Make Long Term Plans 对吧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 呃 Time Line 你要做长一点 就虽然你现在可能是在学校里面 学习 对吧 但是呢你也可以要出去 要认识一些人 而不是就是说 呃 你已经毕业 就马上毕业了一两个月 或者毕业了 这几个月才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有时候就已经迟了 对吧 啊 那可能人家就会觉得你 呃 就目的性太强了 对吧 因为你是找工作 当然我觉得目的性强 也没什么太多坏事了 就是说 但是 人家 可能 呃之前还不认识你 是吧 然后 呃 你现在要人家去做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事情的话 人家可能 的确是不会花那么大的一个力气 去做这样的事情 啊 就这个 啊 就suppose 你有referrer referrer 其实最大的一好处 就是说 一般就是你能够过简历关 对吧 啊 过了简历关呢 就人家一般都会打个电话 对吧 这个叫phone interview phone interview 之前呢 呃 所以你要看是跟HR讲话 还是跟Hire Manager讲话 对吧 HR还是Hire Manager 对吧 Hire Manager 一般都是问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对吧 啊 一般80%人都会过 除非 就是你没有身份 然后这个工作一定要身份 这种问题 对吧 这个Hire Manager 这个phone interview 他一般叫screening 对吧 然后呢 他会问一些你关于你简历 和你的technical skills 相关的一些东西 啊 就resume related 对吧 看你这个rendement里面写的这些高纳上的这个project 或者符合他条件这个project 啊 是不是你真的是去做的 对吧 啊 当然 呃 有时候呢就是说 你要硬着头皮去写一个这样一个两个project 但是呢 最好的就是说 是你真正做的 然后呢 你这里面的细节呢 也非常熟悉 然后呢 你跟一个脑奶呢 跟一个脑奶呢 也能够把你这个 做的一些内容呢 都解释得很清楚 对吧 啊 然后呢 这一部分呢其实非常 非常好准备 说实话 就是说 你要去准备 prepare 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list 对吧 就是have written answers and keep practicing 啊 这是我跟好几位同学已经发过一个这样一个list 啊 比如说 啊 简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对吧 啊 你要准备一下两三分钟的一个版本 对吧 啊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啊 对吧 啊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啊 对吧 啊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啊 你为什么啊 啊 对我们公司感兴趣啊 啊 啊 这里呢 就是说 你做过哪些project 对吧 你的这个contribution 是啥呀 对吧 啊 啊 你在里面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啊 对吧 啊 你是怎么协调跟你组员的其他team member的这个关系的 对吧 啊 这些呢 最好都是要事先去准备 然后不断去练习 然后在人家打电话面试的时候 啊 你才能就非常流略的去说出这些东西 啊 基本上不可能 就是说 你从来没做过 呃 这样一个事情 人家打电话的时候 你当场能够想到应该怎么回答 基本上不可能 这你一定要事先去准备啊 你要想 呃 大家国际学生 这个机会本来就很少 对吧 然后你辛辛苦苦 有人在推 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一个机会 你整个不希望 你很紧张 然后支支吾吾的去回答一些问题 这些东西呢 你最好就是说 呃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吧 啊 随便大家问就行了 然后比如说这个data analytics 这个skills set 你有哪些呢 对吧 你会做哪些东西呢 然后 每个skills set 你是通过哪些project 能够呃 呃呃 提现出来你做这些呢 对吧 啊 啊 然后这里呢有一点 呃 behaviour question 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 describe a situation 就是 you challenge yourself 对吧 呃 人家不会像什么犯人一样 就是说你做过了一些teamwork的一些事情 或者你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situation 你要去handle the conflict 他不会这样问的 有时候你要去主动去讲这些东西 就很自然 就好像在跟朋友去聊天一样 去讲这些事情 当然所以呢最前提呢就是说 你这些都有 像这里每一点呢 你都有一两个这样的story 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可以随时准备跟这个面试官的人去说这些事情 对吧 这个呢是当时我发给桑德去准备这个intern的时候 发了一些问题给他 所以呢这个跟这个intern相关的这些 比如说how much do you know housing finance 对吧 how does Freddie Mac make money 对吧 我说这些其实都是别人问过的问题 所以我就写在这里了 但是呢我当时没想到 就是他面试的这个 我以为是一个intern 所以呢这个technical question 就没那么强 其实呢感觉跟面试这个for-time 也差不多 所以呢这个是我当时 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地方 其实他们做什么model 我很非常熟悉 所以 其实当时我可以给他 更多的一点帮助的 所以其实也挺遗憾的 说实话 还有一些比如说 what's your career plan in the next 5 years 这些呢你自己 下次再加油 好 因为 对我还是低估了 就他们问问题的这个东西 我以为就是更加偏向一些 这种比较easy的 就比较好准备的一些问题 所以第九呢我还得写下 就是 your resume 对吧 your resume project related 对吧 因为这个肯定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还有就是 一些fundamental的 fundamental data related 或者统计related 对吧 比如说 概率啊 regression啊 什么这种东西 data 或者是 叫什么 stats 对吧 related questions 当然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人家打电视面试之前呢 你根本不知道人家会问你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会跟人家聊些什么东西 有些面试官呢 大家都很忙 对吧 他可能是打电话之前呢 才看到你的简历 然后才去好好去想 应该怎么问你一些问题 对吧 很多时候呢 你要看这个主动权在哪里 有些是有辈也来 他肯定会问这些问题 有些呢就是跟你聊聊天 这个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其实说实话 所以呢 你要见即行事 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太多问题的话 你要有很多话说 而不是像审访犯人一样 就不要有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些场合出现 就是说 你也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这种 当然呢 你也不要就是说 太打断人家这个话 对吧 所以呢 你既然做得很流利 但是呢 也要让人家有这个插话的这个机会 就是说 你能说你说几句话 你也停顿两三秒钟 像这样子 对吧 这样的话 你看人家没反应呢 你就继续再说 这是OK的 因为有时候呢 你讲这个project 人家可能就真的不感兴趣 然后你又逃到布局去讲 人家就觉得很烦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节奏很重要 其实也是 这里还说了一句话 就是keep mentioning the skill set and the keyboard during the phone interview 对吧 碰过印度 manager 根本插不上话 对吧 对 所以 那你就听对吧 如果你完全完全唱不上话的话 那他怎么得很亮你呢 对吧 这个也 印度人真的是会说 这个我觉得是最 我们中国同胞一定要加强一点 因为中国人就是我们习惯于去做 对吧 我们习惯于比较低调 比较low profile 印度人会比较喜欢说 很多事情呢 就是说 这里呢 就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了 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 还是需要你自己在实战中去摸索和总结的 对吧 而且就是说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这个variance绝对是超大的分数 就每个人的这个体验绝对是非常不一样 对于一个variance超大的一个事情呢 我们呢 只能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一些guide line onsight 这个onsight 对吧 onsight呢 一般每个公司不一样了 大部分呢 常见就是分为几轮 四五轮 然后每一轮 有些公司呢 就说得很明确 每一轮是要干嘛 对吧 有些公司呢 比如像capitual就非常明确 就是可能有一两轮就是考你coding 另外一两轮就是考你做presentation 然后还有一两轮呢 就是behavior都有可能 对吧 像我们公司呢 可能也要四五轮 对吧 但是呢 每一轮就是跟你聊天 当然呢 有些人呢 会有备而来 有些呢 就是看到你简历 也是跟你说几句话 对吧 这个呢 也是communication 非常重要 这个又说了三遍 对吧 所以你要如何保留这个交流 就是你也不能说太多话呢 也不能说太少话 这个很重要 对吧 如果对方话很多呢 比如顾着listener吧 就是你也有一点interaction 对吧 然后呢 是把它做成一个比较interactive 这个process 这个很重要 就这几部分吧 然后最后呢 首先说一下 就是说 找工作呢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可能投几百份典力 可能拿个十个电话面试 然后拿个四五个onsite 然后再拿两个一两个offer 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经历吧 我觉得是 所以呢 你一开始呢 就有一个 你要有这样一个期待值 你不要就是拿到一个电话面试 就非常高兴 觉得自己差不多可以了 其实呢 你这个概率 可能也就是百分之百分之二十 你要自己有个这样一个预期 当然呢 就是说 哪怕是概率最近的 你都要去好好记忆地去准备这些容血 对吧 这样的话你把你的概率都提高一点 把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这样的话 你灭过几个呢 出现一个offer的可能性呢 就会增加很多 就是每一个机会吧 就是都要把握好 当然前提是就是说 你也把自己的这个core skills 要准备的差不多 至少是准备了百分之八九十 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根据这个job description 根据putin的position 你再去调整一下 比如说 你可以去突击一下sequel 突击一下time series 什么这些东西 对吧 但是你不可能突击 把data science 所有的内容都突击一下 对吧 那就是我们这个boocamp 做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你要花四五个月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吧 那就不是一两天能够做的一个事情 最后呢 这个 你要negotiate offer 因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找工作 拿到一个offer 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其实是对吧 当然了 很多时候呢 你根本不敢去让你来谈 很多人都不敢 其实说是吧 就是你第一次找工作人 就是说 其实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敢去negotiate的呢 就说明你的底气很足 人家会觉得 你这本事的确是很优秀 他才敢跟我negotiate这个offer 对吧 其实很多时候 你加个5000加个1万 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一些 bonus啊什么 这都可以谈 其实说实话 当然了 如果 如果你 这方面有问题的话 你拿到offer的时候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然后我可以告诉教训大家 怎么去negotiate这个offer 至少能够帮你把这个 去上面的学费 给negotiate回来 这是我可以打包票的 这是这个 我记得当时 小兰找工作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个组 还没找过这个data scientist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应该给多少薪水 所以开始给他的这个薪水 是10万 然后我告诉他怎么写这个email 然后回来之后 薪水就变成12万了 还有bonus 这个呢 他这个学费的回报率 一下就是 一下就是 多少倍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差不多10倍了 对吧 这个额级是每一年都一样 所以呢 这个 大家这样学习的 也是一笔投资了 就是说不管是经济上的 还是其他方面的 所以呢 大家看准这个回报率 就能够让大家能够 最好有一个最大的回报吧 陈希同学你还能说话吗 因为这里的话 你还在 然后只要你最近找过工作 然后最近拿到offer 然后你可以谈一下这个感受吧 因为有学员谈的话 就更好一点 其实 谢谢